聖約翰科技大學何兆峰數位藝文中心舉辦驚喜生命樂陶陶藝藝術各展 而聖約翰科大表示,為了搭配聖約翰科大及淡水特色 特別挑選紅毛城淡水河畔系列作品,呼應淡水及校園美景 聖約翰科技大學何兆峰數位藝文中心 從3月開始到5月18號舉辦驚喜生命樂陶陶 葉嘉美陶藝各展 現場展出葉嘉美先生的雕塑創作 生活陶瓷立體浮雕陶瓷版畫三大類的創作 總共有120多間的作品展現藝術家充沛的創作能量 與不斷突破創新的嘗試 主要我這邊展出是有三大類 就是有雕塑類 有深河陶類 還有一個就是瓷板陶板類 三大類 那這三大類我是比較強調說有 有柴燒的作品有自演藝術的作品 也有柴藝的作品 也還有透明藝術的作品 那我是特別呈現了有牛 還有碼頭 老鷹 也是有各種不同的搖燒的方法 燒出來 雖然各有各的表現 但是因為在整個的視覺上 還是能夠表現出陶藝的美 陶藝家表示 每件作品從配土 煉土 捏塑成形 上彩 又彩繪到搖燒等過程都是輕力輕微 各展展現大亮點有四季 四君子 宇宙光等系列作品 而每一件作品必須費11到3個月才能夠完成 不但費工耗時 因為立體浮雕厚度不同 失敗率頗高 因此每一件作品都非常的珍貴不容易 這次我們請到的葉家美陶藝 加辦了一個驚喜生命的陶藤 是一個很特殊的 因為他有學友專精 他是氣管方面的 那長期在雜誌還有廣播這方面很多的琢磨 可是他把一輩子跟年輕人 還有收集一些藝術藏品的那個生命歷程 在晚年的時候 累積成無視智通的 做了很多的手捏的陶藝 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到 四季的風情 海洋的風情 還有星際方面的 他會幫我們找了一些 可能配合 聖約翰所在地的這個北海岸 所以他找了一些北海岸跟淡水的風情 然後魚系列的風情 聖約翰科技大學表示 藝術家葉家美將豐富的人生歷練融入創作當中 實際參與北台灣眾多財銷民謠陶藝創作 進而探索出自己獨特的風采與美感 為了搭配聖約翰科大與淡水特色 特別選擇紅毛城淡水河畔系列作品 來呼應淡水以及校園美景 記者 許多安音樂 許三碗 發大